利用公共运输来环岛也能看见更多旅途上感动人心的故事 有的人借助公路运输到偏远乡镇去旅行 也有人化身成为艺术的种子到原住民小学教学 还有新人换上了婚纱环岛自由行 一块迈向人生新旅途 拿下了公共运输环岛情活动当中社会团体的第一名 此外还有重度伸张的民众透过大家的协助完成了环岛梦想 沿途甚至拍下记录影片 让充满勇气及生命的声音能够传递给更多人 同时鼓励更多多重障碍的孩子 有勇气跨出第一步